娱乐圈的新二代们仿佛从出生期就自带光环 说起徐玲蓉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并不熟悉 但是提到她妈妈李立真 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李立真凭借姐美的长相性感的身材 吸引了无数粉丝 更是通过出演开心鬼系列电影《梨泡而红》 3月8日 又港媒曝光了一组李立真22岁女儿的近照 女儿徐玲蓉较小时候的样貌 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照片中 徐玲蓉身穿黑色上衣 长发皮肩挺挺玉立 显得十分清纯 一脸笑容的看着镜头 整个人显得非常有气质 近日李立真晒出与女儿合照 徐玲蓉不仅遗传妈妈女神容貌 被网友笑声 不像母女像姐妹 女大十八变 徐玲蓉现在也算长相甜美 回想她小时候 带着一副见识眼镜 长省眼 长相还是像爸爸许玲居多 穿着打扮都十分普通 看不见一点心二代的影子 当年李立真与许玲结婚时 外界称她们 是美女配野兽 本以为这两人是真爱 但好景不长 她们的婚间只持续了四年的时间 最后女儿徐玲蓉盼给妈妈抚养 结束了上一段失败的婚姻以后 李立真便遇到了音乐人潘元良 当时潘元良已经有家庭了 这段疫情的曝光 让李立真的心想和事业 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当时一度闹得很难看 李立真与潘元良纷纷可合三十年 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后来李立真也曾公开回应过这件事 她表示这是最长的一段恋情 感觉到潘元良当时对她好好 认为和她应该很难分开 就算有一天真的分开了 她还在傻傻的等 认为她会回心转意 但到最后 潘元良还是没有选择她 因为这段感情 李立真已经身心俱疲 为了不让家人和粉丝失望 要重新振作起来 女儿许颖蓉的情感路 似乎和妈妈有些相似 母女俩都在感情路上跌破肝疼 许颖蓉在十八 岁的时候就透露自己有过男友 不仅如此 许颖蓉还被港媒抱出一脚踏 而后在南方发现后 又被双双抛弃 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但时间也过去了这么久 这些事情的真美 也无处见证 如今 许颖蓉也长成了 亭亭玉丽的模样 有了稳定交往的男友 希望这对母女以后的生活 可以越来越好 能早日听到许颖蓉的好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